大家好,我是萨卓锤,安市会计事务所,松,财税税税年 今天来跟大家探讨这周的财经跟税务新闻 第一,谁应该注册巴度 最近遇到的朋友的开场白就是 哎,怎样?巴度了吗? 当中央政府正在推动巴度 沙劳越的部长却主张在为厘清一些疑虑之前 不需给予注册啊,冷静大家 两个月前,我就做了一个巴度的视频讲注册 大家想注册的可以去看看 今天就来说说谁应该注册,谁不应该注册吧 这里大家必须先了解注册巴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援助和补贴 如果你家庭月收入在5250块以下 可称得上是B40 5250至11819 可称得上是M40 超过这个金额的就是T20 早在去年6月,经济部长就有提到 用B40,M40或者T20来区分并不可靠 因为有些月收入是T20 它有很多孩子,因此依旧需要援助 所以新的补贴机制是以家庭 Disposable Income 进可支配收入来决定谁需要补贴 因此我们有了巴度 除了要你的收入之外 还要把每个月支出的资料都一一线上 以用于计算你的进可支配收入 大家看了这个巴度过后 巴度有39项资料要填,而且真的不容易 要不要注册就看你对这些补贴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知道你的金收入本来都很高 T20班更高 相信你拿补贴的几率也极低 那你可以选择不要填 如果你对补贴有兴趣 那就完成它吧 第二,大学生 最低薪3000块 高等教育部长Dato Sri 赞比里 就表示 政府其实在研究 是否要立法规定雇主必须要让大学 还有专科学院的毕业生 享有最低薪的3000块的月薪 这项新闻就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当下我就在想 3000块到底 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讲够不够用呢? 如果你们还记得 去年2023年7月 社区通讯局就发了一个非常搞笑 还有争议性的一张资讯图表 当中就有讲到 最低薪1500块令吉的家庭为例 每个月的热场开销之绪391块 如果我用这张图来跟大家讨论的话 想必人人都是有钱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比较实际的每个月的开销 我们就以人口最为密集的吉隆坡开始 那我是一位毕业生 想从外地到吉隆坡工作 想必这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 房租咯 讲错 房间租咯 平均在600块左右 房子的杂费包括上网 电水费 不包括冷气 大概100块 阿西亚的车贷利息3% 车贷9年一个月要524块 偿还贷学金BTP店200块 博车费150块 过路费一天5块 一个月工作20天大概100块 外食三餐 早餐5块一餐 午晚餐10块一餐 其实现在我吃杂饭都超过10块的 一天25块 平均30天750块 车油费叻 一周50块 乘4个礼拜就200块 还有我们的电话单60块 那拿3000块的薪水减到11%的EPF 我们的净收入 剩下2670块 刚才的花费算起来 就已经有2624块了 剩下46块 这还不包括家里的杂货啦 用品啦 保险啦 汽车维修费啦 紧急的资金啦 等等 如果你是自己组大公共交通 扣除公共交通的费用过后 或许可以省下 大约600块的汽车费用啦 但依旧是有难度的 这个是单身哦 还没有讲你要去拍拖要用的钱哦 从商家的角度 很多商家老板咧 相比都是生同感受的 毕竟这些都是很多老板都走过的路 首先我并不觉得在马来西亚主要城市 例如吉隆坡 3000块是一个问题啦 必定是办得到的 真正可能面对挑战的咧 应该是一些 比较没有 这么有竞争力或者是比较小的城市啦 看法是可以执行 但必须要以区域划分执行 此外如果公司 它本来都是以这种多劳多得 和激励型的薪资配套 你去设这个最底薪 只会造成商家不必要的负担 效率降低 导致反效果罢了 从政府的角度 政府想必希望通过这项政策咧 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接受高等教育 唯有通过提升教育水平 我们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不过我倒觉得 其实我们的教育水平本来就很高啦 只是人财外流的问题 你不讲 流到哪里 你知我知 你又不讲 我们的马币汇率不佳 导致企业的成本压力 再度低升 利润下滑 这些都是环环相扣 相信只要政府在这方面 能把经济搞好 搞稳定 不要吓跑外资 五千块最低薪也不成问题啦 第三年轻人不买房 有这新闻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就是 现代的年轻人开始不愿意买房 这个新闻就提到 年轻人不想把钱花在长期负担的房产上面 因为反正 你这样存钱都是一样买不起的 但我必须得承认 随着马币汇率下滑 还有等等的元素 几乎现在的新房产都越来越贵 PRIMA最新的项目 一房都已经要200多千了 三房最便宜要322710块钱 月供要1242块 还不包括管理费 那雪龙区平均350千 大致上只能买到一间Soho罢罢了 想买一间新的三房一厅 公寓啊 大约最便宜都需要450千了 3%的利息 月供1700左右 450千的头期是45000块 如果你幸运的话啦 一个月能存500块 也得存到7年6个月过后 到时房价又再次提升 好了 知道了 新房产有回扣的吗 甚至连头期都不用 可是大家应该理解 因为头期都包在房价里面了 虽然讲一开始要拿出来的 这个盗费们可能没有这么多 不过你不要忘记了 你的装修费 简单装修加买家事都要5万了 所以近年来买房的 必定都必须得靠上一代 相对以上 许多年轻人说 不如租就好了 反正1000块左右 就能享有相等价值的房产 何必买 而且不用去到这么远 第四 本地一间牙科医疗供应公司 通过众筹平台发起了开拓业务众筹项目 获得240万令吉 却没有支付到回酬给投资者 甚至被勒令清盘 负责人也不见中矣 受影响的投资者共有107人 周筹计划的计划书就有提到 公司将在5年内上市 投资者2年将会获得5%的回酬 但才收到第一年 第二年就没有消息了 这里还是要呼吁大家 只能说大家投资前 必须要做好DULE DILIGIONS 必须要看好财务报表 必须要理智地做出投资的决定 第五 上两周 美国苹果公司被爆iPhone在中国销售 暴跌24% 因欧盟委员会认为 苹果滥用在应用商店的优势地位 App Store 阻止流媒体音乐软件商 向消费者提供 关于更便宜的付费音乐服务 所以违反了欧盟的反垄断法规 而遭欧盟重罚18亿欧元 再加上放弃泰坦Apple Car的计划 拖累苹果股价今年重创12% 3月21日苹果再次被重创 收跌4.09% 市值蒸发超过1100亿美元 这是因为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 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垄断智能手机的市场 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不买苹果产品呢? 苹果会不会上诉成功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啦 第六 第二财政部长就讲 政府同意向五种物流运输服务 豁免征收6%的服务税 第一 货物出口国外的物流服务 第二是 转船运输服务 第三是 转战运输活动 第四是 Door to Door运输服务 还有第五 通过电子商务E大杠下的食物 及饮料的配送服务 政府也同意 扩大B2B 税收豁免的范围 但其实这些对我 没有什么太大意外 因为这些政策早在宣布之前 已经在指南里面提及到 较意外的是 新的服务税的范围 维修和物流这一块 至今依旧非常的混乱 很多商家几乎出现 mix supply的问题 例如酒店 酒店的房间是8 餐馆是6 制造业销售税10% 修理费有可能会中8 做trading的 买卖的 以为很安全 啊 不管我的事 不会中 但这一次 运输费超过50万 大可能都会中6% 啊 好啦 商家收购了啦 赶快提成GST吧 我是暗示会计事务所 送财务税税念 我们下周见 拜拜